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黄小雨 是博物派第五世代掌门 为了再抢救一下我们这个即将倒闭的博物物馆 今天我和我的大师兄努力一起前去参加武道大会 算了算了 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身边这个胡色衣服的女人 她当年是哪里来的女鬼呀 从醒来就开始出现在我身边 对我又还有叫支支点点的 博士博业 市民领侠客 我记得我和我的伙伴 念非礼 正在追赴魔头 焰 严 教出寒兵时的凌力之后功力大增 严 教出寒兵时的凌力之后 no 刘 教出寒兵时的凌力之后 上司博业 吸收水战争 货劲 然唯一 你好好的博武派掌门不作 非得当念妃离的护卫 好一条忠心的狗啊 少废话 念家造的念 竟然就此了结吧 机会 正只剩国家的游戏将其分 上海游戏 无法分辱提供能量 孙霓 你没事吧 寒冰石 我和也抢夺寒冰石之手 时空中似乎出现了月份 将来新的机会 光业 再之后 我就来到了这个完全陌生的事情 也不知道非离 现在怎么样了 我想我对自己的处境 有些了解了 你了解了 我还不了解呢 我的朋友怎么样 师兄 我旁边 希望 你能看见我之事 暂时目要告诉别人 六 你 如果你不想招惹更多货端的话 就得听我的话 记住了吗 你跟谁说话呢 没有啊 耶 哈喽 大家好 我现在正在由 新斗罗大陆冠名的 武道大会还选赛的现场 众多门派汇集于此 他们当中既有历史悠久的五连门派 也有因网络兴起的新星门派 评伟更是请到了当红隐星 也是游戏 新斗罗大陆的代言人 袁斑前来助阵 进 袁老师您的饮料 现场说您可以走台了 好 我换个衣服就去啊 何为武道大会 武道大会就是你们古代的武林大会呗 你代表博武参赛 可否博得投筹 我才不参加呢 我是来陪努力的 天下豪杰皆以参加武林大会为荣 已经不想参加 这都什么时代了 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又不是非得争个武林霸主 大家就是热闹了呢 你竟如此窝囊 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呢 这回事儿是你把人把这小猫捞 这人我不熟 不熟我不熟 是是是 奴隶奴隶 你干嘛去 你别丢下我一个人 晓鱼晓鱼 我肚子来点感觉 怎么那么多事啊 哎 哥们儿 洗手间的脑 问一下洗手间的脑 哎 我去问一下洗手间在哪儿 你推我干嘛 哎 你什么人哪 小心我投诉你 晓鱼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我很快就回来 你快点啊 黄晓鱼 此人行为诡异 必有蹊跷 去看看 我去干嘛 我去干嘛 去看看 那么就回去了 看你往哪儿跑 你谁啊 袁芬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看到一个奇怪的人进来了 我看你就是奇怪的人吧 袁老师 衣服已经挂好了 怎么不是啊 我看在你长得也算乖 年纪也不大 作为我的粉丝 我要劝劳一下你 你可以大方地表达你对我的喜欢 但不是用这种撒谎极端的方式 好了 我 你干吗 签名给你了 我这个人呢 喜欢以德抱怨 还有啊 看到我完美身材这件事情呢 你要保密 这银料送你了 门在那儿 我看你猜比较奇怪吧 武道大会寒选正式开始 好啊 驿 好啊 好啊 多想土 你伴你了 是不是很开灾 uais 这是 接下来上场的是 五五 对战 雷鼓 这么晚就吸收到你了 哇 可以 ot 好 什么回事 平文 我投诉他们下手太重了 选手进攻 都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没有问题 博武选手的投诉被驳回 比赛继续 德里萨 并不切磋 点到为止 既然你把我都弄疼了 那就别怪我 退赛 那么 获胜者是雷谷 不是说打败天下无敌手吗 这就下来了 不是我不想 是他把我打疼了 走吧 那个博武派的第二位选手 可以上场了啊 我们没有第二位选手啊 黄小瑜是你们博武派的吗 我 报名 两人起 我不去 黄小瑜 你作为掌门 连战斗不敢站上去吗 还上呢 就是啊 就是啊 赶紧上 乌要发 赶紧上 你上 好教训教训他 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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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上啊 别怕 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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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瑜 小瑜 看来博武并没有放弃 派出了掌门黄小瑜 他能否一雪前耻呢 好 让我们聚焦比赛吧 你这打的什么拳啊 这是你自创的乱拳吗 祖传流行长啊 看我的 小瑜 平尾 我们再跳 蓝宁 小瑜 咱们回去吧 不丢人 没事 鲁铃 我觉得我还可以 就是 别撑着了 就是 头有点晕 博弈 把我的身体还给我 黄小瑜选手 已经回到了舞台 请赐教 看来 它是抱着 逆风翻盘的决心哪 真是一场令人热血沸腾的比试啊 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现场评委 原分 进行最后的投票和打分 比赛呢 真的是十分精彩 没想到博武派选手在最后上演了惊天逆转 但是总体来说呢 我觉得我更偏向于雷骨武馆的选手 谁 所以我决定将我最后这一票投给雷骨武馆 好 恭喜雷骨武馆获胜 对啊 这位选手 虽然你失败了 但是我觉得你表现不错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菲力 是我 她应该是圆帆老师的粉丝 误打裁判可是要被进赛的 菲力 我们着急相处了那么久 你不认识我了吗 让开 这位女轩手你不要乱讲话 你我无言无诚 哪来着什么朝夕相处 现在是法治社会 不能乱讲话 制片方 制片 来人啊 制片方 来 这没事吧 我怎么睡着了 我怎么睡着了 感觉怪怪的 我怎么在这儿 这里是哪儿 博物 这为什么会有结界 你谁啊 为什么会进到我房间啊 你能看见我 别过来 我警告你啊 我这是掏木槿 我批的你 活飞破碎 放肆 你看我哪儿像鬼啊 无意冒犯 无意冒犯啊 好好商量 你 你不犯我 我不犯你 黄小鱼 你到底好了没有啊 师兄 有鬼啊 有鬼 有鬼 哪儿呢 哪儿呢 就在那儿 他过来了 我好害怕啊 我麻烦你找个像样子 推错理由行吗 真的有鬼啊 你看他就在那个地方 你嫌可怜你面前 这个急死鬼吧 出的车已经开始跳前了 快点跟我走吧你 姐姐动 原来姐姐跟她有关 为什么我进入了她的身体 却动不了 难道是因为她太虚弱了 我 不行 得想办法把毒逼出体外 你跟我一会儿去黄瑞瑜病房 跟他们家属都打声招呼 多拍点照片 视频 上一次有人替你受罪 这一次你逃不掉 恶念起始 梦里衍生 你的身体 管我了 快去给我找寒冰石 黄小瑜选手 你怎么自己连辈子都不盖海呢 注意角度啊 放心吧 黄小瑜选手 自从你受伤以后 我就特别特别地伤心难过 我就特别 灰血了 医生 他灰血了 医生 小K 去叫保安 你到底是不是医生 你干吗 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 别拍了 别拍了 这不是缘番吗 等会儿发烦的 别拍了 大熊蚊 非禮 臭流氓 我不是故意碰你的 你自己看 你剛剛都吐血了 我過來給你擦血的 我只是怎麼了 別拍別拍 別拍別拍 別拍 哥 外面都被粉絲包圍了 走 不是我還沒說 走吧 讓一讓 讓一讓 不好意思 別走啊 出了這麼大的事 你們節目組給個交代吧 我們調去監控後發現 黃曉瑜之所以中毒 是因為喝了 元帆給的飲料 而這瓶飲料呢 是元帆那個黑粉 潛入休息室 偷偷放進去的 他是怎麼混進來的 你們的安保 是怎麼回事 你們這樣的安保 我還怎麼放心 讓元帆參加 後續的活動啊 你看元帆現在這麼高調 讓受害的黃曉瑜 成了他的緋聞女友 大眾對於他 在節目中暈倒這件事 產生了更高的關注度 如果節目就此停掉的話 我想有損失的 應該不止我們這一方吧 你放心 元帆的緋聞 我會儘快平息掉 但是 元帆後續的資源 我要S級的大局 兩步 好 伯爺 你怎麼了 冷 你怎麼會這麼虛弱啊 是你把我體內的毒 逼出來的 除了我還能是誰 為什麼要救我 你若是醒不過來 那我岂不是永遠被關在這裡 走不了了 伯爺 謝謝你 是魯先生嗎 是魯先生嗎 我叫魯麗 魯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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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麗先生 你好 嗨 這邊請 對於這次意外傳出的緋聞 我們真的很抱歉 我們願意支付一定的精神損失費 不過 補償方式 我們想以高薪聘請黃小瑜 作為原番保鏢的方式 來進行補償 以便平息這次的緋聞 您覺得怎麼樣 高薪聘請 工資每月兩萬 我們小瑜堂堂博物派掌門 怎麼能做這麼熱人百步的工作啊 兩萬五 成交 什麼原番的保鏢 你這分明就是把我給賣了 你別生氣 你聽我說 工作不分高地 保鏢做得好 也是可以給博物派爭光的 我爭不了光 也不想正正中過 才三個月而已 很快就會過去的 我不要 唉 你想想 原番的保鏢 多棒的廣告啊 你還從武館招不到人嗎 是不是 黃小瑜 黃小瑜 接近緣分 我有話要問他 不管你願不願意啊 合同已經簽好了 黃小瑜出院後就是你的保鏢 二十四小時跟著你 那個黑粉最近那麼猖狂 我也不放心你自己住啊 我們兩個本來就鬧非文 我們倆再住一塊兒 這非文不更厲害了 黃小瑜那天在台上暈倒 你知道是因爲什麼嗎 什麼 因為他喝了被替換成 屏息顏料的牛奶 是你給他的那瓶 那這麼說 中毒的人本應該是我 沒錯 是黃小瑜替你受了罪 害無辜的粉絲中毒 這種事情如果被爆出來 那你就是罪人 為了避免再生事端 你來綁在一起是最安全的 那他知道這些嗎 目前不知道 那你這不是在利用人家 行了 遠凡 收起你的憐憫 這件事可是牽扯到 整個節目組和所有人的利益 你就當什麼都不知道 黃小瑜那邊 我會安排好的 這裡就是范范的家了 這邊是餐廳 這裡是客廳 你先參觀一下吧 我去叫一下范范 范范 哇 這麼大 在這個地段得要多少錢啊 這沙發 全球最帥面孔亞太地區 第33名 真自立 非禮 他就是非禮 黃小瑜 你待會見到袁范的時候 讓他別走 我有話要問他 你先別激動 我找機會幫你問好嗎 何時 何時 欲速則不達 我會想辦法的 嘘 小瑜 范范在路哥說他不出來了 他就這脾氣 沒事的安靜 我跟你說一下注意事項吧 你的活動範圍呢 只有客廳餐廳給你的房間 袁范的房間 沒有他的允許 絕對不可以進去 他特別討厭被別人打擾 所以你少去跟他打話 好的安靜 最重要的一點 你也知道 你們倆現在緋聞傳得比較厲害 是吧 所以你們相處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分寸 不要有任何的私交 知道嗎 知道了安靜 行 那我走了 這床也好舒服啊 累死了 你身體好點了嗎 哦 我沒什麼大 可能是吃壞肚子了 嗯 那就好 切記安傑的主婦 沒事不要上來打擾我 哦 你現在是去找他 你沒聽見他跟安傑剛才說的 沒事不要去打擾緣帆 不要跟他打話 你等緣帆自己出來 我幫你問問他跟念妃李 是什麼關係 好不好 不行我等不了 你等不了也得等 唉 唉 唉 困死了 想睡了 我為什麼又被關在這裏了 停 停 停一下 妖物 你幹嘛呀 誰讓你進來的 沒想到才幾日不前 已經練起了 如此下三濫的功法 你說誰下三濫呢 我聽我的歌 怎麼就下三濫了 在如此不堪入耳的音律中 注入內力 一魔音陣遂敵人葬府 此乃邪道修習之武功 不是下三濫是什麼 罵誰呢 你懂不懂啊 你看這個金曲獎 音樂大賽最佳新人獎 不是一見能有幾個最佳新人 你懂不懂你罵我 怪不得你不敢認我 原來是你已經放棄了正派武功 改修鬼道音律 怪我沒有好好保護好你 才讓你侮辱歧途 你放手黃小瑜 你是有什麼病嗎大姐 念妃裡只是我代言的一個遊戲角色 你大晚上是神經病還是夢遊症 很嚇人你知不知道 你是不認得我了嗎 非禮 我伯爺誓死要守護你 一定會讓你醒過來的 不是你什麼情況 非禮 你放手 不放 放手 你醒醒 我再說最後一遍你放手 你醒一醒 不怕 不怕 怎麼樣非禮 你是不是想起什麼了 你說話非禮 非禮 你是不是認出我了 非禮你看看我 我是博焱 你醒醒 我是跟你同生死功患難的博焱 你醒醒非禮 你看看我 你醒醒吧 我真的说不了话了 你以后能不能不要 身子上我的身 你再这样我都不敢睡觉了 菲力怎么会认不得我 怎么会 你有没有好好再听我说话 还有 你为什么老是叫袁帆 叫念非礼啊 可是他们明明长得一样 人家都说了 那只是他代言的一个游戏角色 袁帆呢 他代言的这个角色叫念非礼 念非礼当然跟他长得一样了 你为什么会把一个游戏人物 当成是真的呢 不会吧 伯爷 女侠客 信念坚定 刚毅勇敢 乃伯武派帝时代代继承掌门人 路见不平 不平 拔刀相助 乃是江湖大义 伯爷 伯爷 你好像真的是游戏里的人物 不会的 我怎么会是游戏中的人呢 那我在哪儿啊 我的世界在哪儿啊 伯爷 伯爷 你可是伯武未来的掌门传人 不可义气用事 念非礼因我 而身重聚徒武功尽失 伯爷 我既然不愿收留 我要继承这无情的掌门之位作甚 既然你已经决定 我伯武便不再留你 走吧 伯爷 伯爷 我伯爷自今日起 自愿离开伯武 从此以后 伯武派与我 再无任何瓜葛 菲林 我们走 伯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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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慢点儿 你要去哪儿啊 菲林因为阻止眼迷惑人间 而武功散尽 我带她离开世门 过起了颠沛流离 刀尖舔血的生活 我们的切肤之痛 于这里而言 都是工人们玩乐的游戏 而我 以及我拼死守护的那些 都是假的吗 不是的 伯爷 对很多玩家来说 你们都是真实的存在 新斗罗大陆停赴之后 虽然答应给很多赔偿 但是玩家们依然没有放弃 要求游戏重新开服 游戏 你们把它当成游戏 以操控我们为了 可是那些真实死在我面前的 每一个人 那每一滴鲜血的气味 我一闭眼就问得到 你告诉我那些只是游戏是吗 可能是 我们只能通过游戏的方式 给你的世界连接 你看 你来到了我的世界 我们可以一起交流 一起生活 所以你还是你啊 只是换了一个地方 而且 你刚刚不是也有同觉吗 是吗 那我还能回到那个世界吗 是吗 喂 安姐 我要换保镖 这黄晓鱼不太正常 粉丝知道黄晓鱼 是你的保镖后 认为你非但没有在比赛上 袒护他 反而把票投给了别人 简直就是公正无私的代言人 现在都炒上话题榜了 还有这种事儿 好了 这大半夜的 不要打扰我睡眠容觉 你也早点睡吧 姐 你不必为了我离开博物的 他们连荣夏你的气度都没有 已经不是我景仰的那个博物了 可寒冰时一日不除 我一日没办法安身 我不想连累你 之前季荒讨难 若不是你把口粮分给我 我早饿死了 帮你毁掉寒冰时 就算我报恩吧 报恩 你帮我 难道不是因为我的帅吗 再胡言一句 我废了你 伯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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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爷你好点了吗 他可能还需要点时间吧 他可能还需要点时间吧 伯爷 对 在我们这边呢 有很多不属于这个时空的人 穿到这个世界来的故事 在故事的结局 他们都收获到了想要的幸福 说实话 碰到这种情况 我也很懵 如果不是看到一些漫画和小说里有类似的情节 我可能会觉得我脑子坏掉了吧 但我相信你一定会很快振作起来的 你可是博业大神啊 那我就先不打扰你了 本来好好的怎么就不动了呢 本来好好的怎么就不动了呢 对不起啊 其实这不是我干的 也是我干的 就是 是不是我呢 怎么说 虽然这是我干的 但不是出自我本意 你能懂我的意思吗 算了你说不清楚 那个 要不值多少钱我赔给你吧 那个直接从我工资里扣行吗 你不说话我就当你是默认了 你怎么没放你的哥 我说怎么感觉今天少点什么 我们来听一下你的哥吧 不准放 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 你昨天晚上说我魔音攻击下九流 今天要主动听我的哥 你什么意思啊 你这表演性人格我要拜你为师了 如果我说 那个话不是出自我本意你信吗 我信啊 你昨晚的话不是出自你本意 打坏这个也不是出自你本意 对 你昨晚上梦游吗 还是昨晚上就不是你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我 啊 不是不是 我不是 我 我不是那个我 我曾经在另一个字我 这怎么好像是那首歌的歌词 就是唱歌比你好听的那个男歌声 所以你到底想说什么 其实我觉得你的歌声很特别 怎么个特别法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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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不想夸就别硬夸 你不尴尬我都尴尬了 那个我今天将功不过 我保证对你寸步不离 回屋 没有我的允许不许出来 我 福多 我得出去一趟 你帮我过来解决个麻烦吧 好 不是说让你不出来了吗 安姐说了寸步不离 真不用 我有私事 寸步不离 我有客人来了 你去洗点水果 你怎么才来啊 多大点事啊 看你这伙计会了的样子 你这让我过来 稳住你的保镖 他脑子可不够用 你小心点 他看起来挺贤惠的呀 你确定他不正常 非常不正常 我跟安洁说要开了他 安洁打死不开 要真有你说得那么怪的话 我 你好啊 你愣什么呢 你喜欢他呀 他还是我无效啊 你不觉得他长得很帅吗 而且还是活得浮脱 活得活得活得 天哪 你告诉我说吧 他脑子有问题吧 我看起来还好啊 你干吗呢 快把水果端过来 你好 你抖什么 坐下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傅托 我的好兄弟 他今天来咱们这儿录歌 你要把握好他 我知道 我看过你所有的电视剧 特别是你主演的那个 我的男友世侠克 你在里面的脚性太帅了 你的眼睛真的很棒 我是你的 我是你的 粉丝 偶像 这感情好呀 等一下 我给你俩单独举办一个 小型的VIP见面会 我还有个电话要接 你们俩慢慢聊 好 老板 你干啥呀 寸目不离啊 黄语 工作和休息 你一定要一起 你只有休息好了 才能好好工作 你看 人复托都来了 好好陪人家聊聊 我这样真的好吗 我不会被吵吧 我不会吵你的 只要我说就不会吵 快去 狠狠地聊 走 小玉 来 坐 我 我终于见到你本人了 我太激动了 喂 老王 我出门了 你在诊所等我 你在搞什么 这么偷偷摸摸的 那你跟元帆 认识很久了吗 我知道他所有的糗事 我偷偷地告诉你几个 只要他敢欺负你 你就拿出来吓唬他 我保管他 乖乖听话 元帆 你也有今天啊 别笑了 我来了 你当元帆的保镖 还适应吗 我也不太清楚 元帆怎么出去这么久啊 不好意思啊 我是元帆的保镖 我得时刻关注一下 我看一下啊 怎么了 小玉 元帆给我发了个定位 让我去接他 但这个地方 好像是个拆迁片区 他去这儿干吗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 已关于 他关机了 关机了 这人真奇怪 把我叫过来说 让我搞定 搞 搞定什么 没有 小玉 要不我和你去找他 不用不用 这种事情 怎么能麻烦付托呢 我自己去就好了 那我先走了 不是 小玉啊 小玉啊 我都不确定这个定位 是不是准确的 这个地方也太阴森了 黄小玉 小心没明 要不是有你在 借我八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一个人来 注意安全 元帆